台北市长柯文哲昨天到兰州国宅 探视居家医疗个案 柯文哲指出 没有电梯的公寓 对老人来说就是老人监狱 病患要出门看病相对困难 未来的医疗模式应该要进展到社区和居家医疗 让医师能够踏入民众家中来看病 台北市长柯文哲举起自己的手 恢复医生本色 当起一日医生 教方阿嬤练习 復健 方阿嬤是高龄 九十一岁的独居老人 因为三次的脑中风 左侧肢体无力 住在没有电梯的兰州国宅 要出门就医相当困难 让柯文哲感慨 没有电梯的公寓 简直就是老人监狱 像方阿嬷这样的个案就是都会区的医疗偏远病患 两年前阿嬷透过里长转介 成为北市联合医院的居家照护对象 医生会背着将近七公斤重的医疗包 每两个月前往方阿嬷的家中替她看病 提供居家送药等服务 居家医疗翻转了看医生的固定模式 现在医生也会利用空档走入失能 独居老人的家中去看病人 不过台北市的老年失能病患 能享有居家医疗的比例恐怕还相当低 联合医院指出 北市符合居家医疗条件的老人 约两万人左右 但目前仅约一千五百人 不到一成的病患 有机会让医生踏入家中替他们看病 医疗平权的落实 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努力 记者欢迎谢奇闻台北报道